苗栗县政府鼓励学子就近就学提供高额奖学金 今年共计有9所公司立高中职13所国中 共有32个人达到了奖励标准 另外针对国中会考给予激励 其中拔尖部分有10校 辅若共计12校总奖励金411万9千元 县长中东景特别颁奖表扬 苗栗县长中东景一一颁赠奖励金 表扬成绩优秀就近就学的学子 期盼高额奖金给予激励 除了透过奖协金当然也是鼓励 我发觉我们县内有很多非常棒的校长 把学生教导得很好 所以能拿到好的成绩 当然我们希望国中在会考的时候 如果是成绩好的留在县内的高中职 最起码基本上第一个 会让高中职的整个素质更好 加上它会影响同学 甚至将来会影响他的弟弟妹妹隔壁邻居 让更多优秀的小孩子 不要国中一毕业就往外线市跑 可以留在县内就近就学就近就读 归于回流方案持续多年 苗栗111学年度共9所公司力高中职 和13所的国中 总计32个人获奖励 县府同时颁发国中会考成绩激励方案 包含了8间10所 扶若12所学校获奖 两大项目颁发了411万9千元 我们在111学年度国中教育会考的整体成绩 比前一年度又更上扬了7% 所以我们整体的学历是大幅的在提升 那当然所以今年度留在我们苗栗县 就是就读的学生 已经到达32位了 那就透过今天的颁奖 能够鼓励更多的学生 福音那个12年国教旧进度学的精神 能够留在苗栗县的高中职就读 透过高额奖励金 学生校方更有提升纯级的目标 县府也盼留住人才提升县内的教育竞争力 这些学生的学生